正在澳洲出席峰会的首相纳吉 在和随行采访的本地媒体会面时 关注的焦点全锁定在国内的大选议题 纳吉说为了让国阵所有的候选人 有时间处理好各地的问题 因此国阵可能打破惯例 一改过去的做法更早公布候选人名单 纳吉说由于国阵完整的候选人名单 必须先送交反贪会查核 因此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有最终定案 而如果国阵重夺雪州 谁将出任大臣呢 去年高调重回巫统的前雪州大臣 莫哈默泰义早前就促请国阵领袖 要尽早公布人选 帮助选民做出决定 对此纳吉表明 一旦国阵领袖有了共识 就会对外公布 NTP7综合不到